最铁的几个国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 从清朝的落魄到如今的日益强大 让中国重新站在世界顶端 中国人向往和平 宽容和善 也赢得了不少友谊 并且有不少国家愿意跟随中国 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巴基斯坦是大家公认的 与中国最铁的国家 你们还知道有哪些吗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那些携手与中国渡难关的帖子 一 巴基斯坦位于中亚 是个中东国家 与中国接壤 方便了双方的交流与联系 在之前与中国一样 是一对穷苦兄弟 随着时代发展 两国共同进步 朝着时代前列迈进 我们对他有个亲切的称号 巴铁 中国最铁最坚实的兄弟 中巴在1951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目前已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么多年来的互帮互助合作共赢 使中巴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 纵观世界 能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最高领导者 公开称作四个友好 两个深度的国家 全世界范围内 只有我国和巴基斯坦了 巴基斯坦多次援助中国 当年汶川地震发生仅四天后 巴基斯坦捐赠90万美元物资 因为地震 民众住宿成问题 巴基斯坦先后援助中国帐篷 两万多顶 对巴基斯坦而言 这些帐篷可以说是该国全部战备库存了 今年中国遭遇疫情 巴基斯坦政府也调集30万只医用口罩 800套医用防护服 和6800副手套运到我国 另外中巴铁路建成的话 对中国而言 巴基斯坦这条路路打通 不仅会缩短中国与中东贸易的距离 更能够使中国与中东的贸易 减少对印度洋沿岸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依赖 巴基斯坦的法律有一条叫破坏中巴友谊罪 最高被判终身检禁 巴基斯坦最大的公园 只对中国人免费开放 这待遇杠杠的 所以说巴基斯坦跟中国是老铁关系 没错 第二个国家是伊朗 位于西亚 是世界石油最丰富的中东地区 也是一个西亚大国 1971年中医建交 中国是伊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给伊朗提供援助 伊朗回报工业的血液石油 伊朗是世界第四大产油国 以他名的石油储量世界第二 而中国作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和基建狂魔 耗油量是最大的 国内本身由于储量或者环境保护 开采难度等原因 供应有限 伊朗是最合适的物美价廉的伙伴 可以供应石油给中国 还有大量的铁链铜等资源储备 伊朗就是个资源圣地 相信未来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会更好 当然还有柬埔寨了 位于东南亚 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 经济以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 2016年7月1日 世界银行宣布 柬埔寨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 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1958年 中简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 中国多代领导人 与柬埔寨太皇建立深厚友谊 中国和柬埔寨是情同手足的好邻居 中国援建了柬埔寨第一条 全线四车道国道 第一家水泥厂 火电站和最大规模的水电站 西港经济特区的企业已有100家 解决了解民众的就业问题 除了经济投资 中国游客也是柬埔寨 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力 仅在2015年 柬埔寨就吸引了8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 柬埔寨跟上了中国发展的快班车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常人想象的不同 柬埔寨其实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 柬埔寨本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站 现在在陆地上也成为重要节点 中方希望凭借与柬埔寨的良好关系 顺利开展建设 使其成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的样板 进而将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作为一带一路的典范之一 第四个国家就是古巴 位于北美洲 是个群岛国家 是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说中古关系怎样 九个字 好朋友 好同志 好兄弟 目前中国是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 古巴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 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3年1月至4月 中古贸易额6.17亿美元 同比增长4.2% 中国主要出口电瓶箱 客车发动机等机电产品 主要进口聂食堂农副产品等 古巴独立运动中 中国华工可是出了不少力的 当美国制裁中国的时候 古巴也是投了宝贵的反对票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是个巨大的帮助 现如今 古巴的基础设施中 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制造的 两国友谊可真是深厚啊 第五个国家是乌克兰 位于欧洲东部是个欧洲国家 是欧洲除俄罗斯外面积最大的国家 1992年 中乌建立大史及外交关系 乌克兰在中国被经济封锁时期 一直向中国提供技术资金设备支持 中国的军事之所以能发展到 如今这样的优秀 这其中就有乌克兰的鼎力相助 另外乌克兰也是中国承诺和保护的国家之一 中乌关系是有多铁 也就可见一般了 看完这些中国的老铁们 心里是不是暖暖的呢 中国蓬勃发展的今天 离不开这些老铁们的鼎力相助 都说患难见真情 在大灾大疫面前 我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到 非常有限 对这些东西 即将的鼎力相助 我们都说 一种结果